新的一星期,新的美国星 哈喽,大家好,我是秋天枫叶 那么今天,看到这画面就知道我们又要来继续拍美国星啦 即上个星期,我生病了过后呢 接下来我的二宫也即将迎来尾声啦 再过多一阵子就会开始旅行 到时可能又会再改变一下美国星的风格 想问大家,如果我开始旅行了过后呢 大家想一天天看我去了哪里玩呢? 还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看呢? 毕竟这也会成为我之后的剪片方向 所以就想问我们看大家 因为如果是一星期一星期这样剪的话 感觉时常会有点超过 就大家会想看时间长一点的美国星吗? 虽然现在其实也蛮长啦 反正到底该怎样,我还在思考当中 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欢迎留言在下方哦 不过那也是到时在看的事情啦 这里只是先做一个小预告 只是这几个星期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无聊一些啦 毕竟我还是想把一些影片给清一清 然后多休息一些哦 不然最近的身体一直出状况其实也不怎么的好 所以可能美国星会相对无聊一些 不过我会从剪辑一个内容方面做一些调整 让大家不会感到无聊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也可以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哦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美国星吧 今天竟然要打扫17间房啊 而且据我观察 别人的工作板 一人也只需要打扫16间 就我的特别多需要打扫17间啦 可恶 但分派工作主管好像自己也包办了不少啦 反正一楼加上二楼的两间房都是他在负责哦 一般情况下 一个人能负责一楼已经很强大了哦 所以我也不好再要求些什么啦 再加上这17间房里面也是一半的留宿一半的退房 我自己做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希望主管不要以为我是在中压下才会发力的人就好啊 毕竟每次我做的比较快都是在房间特别多的情况 一般班的时候我又想休息所以又做的比较慢 但是不得不说啊主管不愧是主管 速度真是快的没谁了 印象中他好像在一点左右就整理完了哦 我当时大概还在一半的位置吧 当然也有洗衣方今天床单出的比较慢的因素在里面啦 但是相比起主管我还是望尘莫及啊 不过今天我的速度也算是标准了 虽然是两点得做完的工作板应是给我做到了三点多啦 但是如果比较同期X小姐跟兔威奇同学我算是快的了 毕竟在没有人不需要客房服务的情况下呢 来帮我的男同事因为吃蛇也只铺了四张床哦 勉强算做他整理了一间吧 所以我在下班前做好16间房 同时做完的X小姐跟兔威奇同学啊 都还有两间房不需要客房服务诶 相比起来我依旧是完胜啊 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就是啊看看主管 而且作为一个男人我怎么可以以快为荣呢 应该雨量 虽然今天整理了这么多房间哦 但是还是一点消费也没有啊 去个休 当做完过后呢主管就让我们打卡下班啦 毕竟上星期日已经迟了一个小时嘛 至于今天二工的部分呢 那位新同事竟然和我说要一个和谐的厨房哦 那你也他妈的给我闭嘴啊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好吗 环顾一下四周有人理你嘛 然后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反正我只回答他no 接着他就上楼了 厨房就变成我和经理一起负责 但毕竟星期一不是特别忙碌 也就晚餐时间订单多一点 而且经理这么老大哦 资源方面其实也是挺神速的哦 自己一个人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有鉴于明天没有上班 想说为了明天弄一份午餐好了 便和经理要了一份善明治 这次经理就很爽快的同意了 嘿嘿 不过之前一起回家的 不只是我和土耳其同学 大多数情况下还有我室友的女朋友嘛 但是我室友的女朋友现在已经 因为一些职场上的政治因素就先辞职了 所以搭计程车回家就只剩下我和土耳其同学啦 但是土耳其同学表示他不想搭计程车回家 我只好去问问看经理他能不能载我们回家哦 没想到经理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不过这经理向来都很豪爽就是的啦 当然遗憾的是回到家后呢 我发现网线还没有修好哦 那么我也只能早点睡觉 希望明天网线能恢复正常吧 今天两份工作放假哦 本来打算早上6点起床剪片 但是发现网线还没有恢复 变开起了赖床模式 继续睡到了8点哦 起来的时候网线依旧还没有好啦 我就打算先剪影片 把需要素材跟时间点都记录下来 打算中午去超市接他们的网线哦 顺道买一点食材 但由于上上期的美国星其实有点难剪啊 结果网线恢复了我都还没有剪完 输出档案的时候还因为素材太多了 电脑记忆体炸了 结果都以失败收场哦 必须清除一些空间才能再次输出啊 好不容易输出成功了 压缩的时候电脑再次黑屏 在等待电脑恢复的时候呢 我又不小心睡着啦 晚上12点才爬起来 发现还只是黑屏 只能强制重启电脑 好在最后档案与压缩成功啊 之后再剪一些什么影片 就真的受不了就沉沉睡了下去哦 唉感觉今天好像什么都没做成了 太失败了 今天是美国的开学日 巴士上多了很多的小屁孩哦 异常的吵闹 结果今天我要下车的时候拉了信号 因为我们巴士是拉信号 巴士才会停哦 可是今天我拉的信号呢 自己好像没有看到死的直接开过头哦 虽然下一站没有很远啦 但我实在很想克服他 因为到最后还是我一直喊 excuse me excuse me 他才看了一眼指示等 真是太过分了 而且今天真的是惑不担心啊 今天是XL集的休假 我们又再一次的需要一个人打扫21间房哦 这一定是某种诅咒啊 不然一切怎么可能这么巧合啊 都好几个星期这样了 虽然这几天确实人手不够啦 前两天都要打扫17间房就是了 而且工作板上面原本预计 做完时间竟然是4点啊 虽然过后化掉了赶成3点半 可是当我没看到呢 但今天还算是蛮幸远的啦 有3间房的客人没有来 还有一间挂着勤务打扰的牌子 再加上昨天有足够的休息哦 房间也不是特别的乱 所以今天打扫起来的速度 其实还蛮快的 还得到主管的赞赏哦 和我机长 但当时其实我整理到有点懵了 主管跟我机长的时候 我还瞬间不理解为什么主管要和我机长 只要还给主管嘲笑了一半 之后呢 主管还派了一位今天刚来上班的新人来帮我哦 不过其实那时我也只剩在3间房啦 估计只是想训练新人 或者是什么原因啦 反正肯定不是因为我做的慢 但这个新人又是我不喜欢的那种说话夺过做事的人哦 而且他弄了床铺 其实我都得在这里过 我也不是没教他 可是他就是一股心啊 而且他连 King Size跟Queen Size的床都分辨不出 但毕竟新人嘛 虽然爱讲话又不听人话是硬伤啦 不过有鉴于之后呢 如果我想要轻松点还是得靠他 只能希望他之后会有所改进吧 不过目前看起来 他还是不太受欢迎就是了 毕竟图尔奇同学也表示他很烦 还说主管早上的心情看起来好好的 给他跟了一天过后 瞬间变成臭脸了 所以难道主管只是嫌他翻把他丢过来吗 嘛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啦 我可没有办法跟这个新同事一起工作一天 那么今天一样是没有二工了 所以就打算把饺子食材买齐了过后呢 再回家剪片了 结果没找到爱小姐说的现成的饺子皮啊 所以只要买中心面粉回家自己揉啦 希望一切顺利吧 不要像洋葱圈啦 不过回到家已经很迟了 剪了剪影片 把影片剪完了过后呢 就这样沉沉的碎了下去 今天一大早起来就发现室友的床被请了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哦 还突然肚子痛的 歇了15分钟 不会又病了吧 今天终于恢复了一个人15间房的状态啦 我便决定做慢一点 让自己休息休息哦 虽然有一间辞退房 有一间客人没来 有一间的客人不需要客房服务 是更加轻松没错 但是就是没有小费啊 连吃的都没有啊 反观X小姐 但是啊我昨天少过的房哦 虽然乱带却拿了两大袋的食物啊 零食饮料等哦 好让人羡慕啊 虽然最后他把披萨都给我就是了 不过我在做完之后呢 还是有去帮他的啦 而且今天那位随和的副主管又敲班啦 听说是家里有事哦 但是谁知道呢 最后他的房间就有了土耳其同学 性同事 跟一个把性同事介绍来的同事一起打扫啦 那顺道一提 这个同事就是之前抢我扯的那位 可是我跟X小姐 则是因为被勒令3点下班 而没有去帮忙啦 今天在等巴士的时候呢 又被X小姐告知 下周一是美国的劳动节哦 但这里的公共甲其实都没有巴士哦 而且根据上次国庆日的经验呢 重甲其实连继承车都很难找到的 虽然即时是可以开车来接我们啦 但是还是需要得到经理的同意哦 所以我便想说 趁今天没有二工就回去 给人事部经理发一份电邮看看有什么办法哦 因为我们搭巴士都是先去总站才能回家的嘛 要转巴士了 所以今天到总站呢 就遇到室友的女友 就顺便问他今天早上室友的床发生了些什么事哦 结果才知道是他女友把他的床单什么的都拆去洗了 但是懒惰给他扑回来 于是就把床单放在他们的房间 但是我的室友呢 他更懒 因为他女友的室友也就是和我同行的那位朋友哦 昨晚去了别人的房间睡觉 所以我的室友也就很干脆的在女朋友的房间睡啦 真的是 好羡慕啊 而且之后他的女朋友还是来跟他铺床了 唉 忘 回到家因大陆同学的要求哦 拿着他的食材炒的盘菜 就配着X小姐给我披着把晚餐给解决啦 之前也提过嘛 目前我都是以他们提供食材 我来负责处理和煮 最后我会吃一点的心是在煮饭的哦 所以其实这样我也算有赚吧 毕竟不用付食材的钱嘛 接着呢我就是剪影片剪到了深夜啦 到了晚上呢 X小姐突然发信息问我要不要吃酸辣冬粉哦 我就很好奇他拿来的酸辣冬粉啦 原来是X小姐从二宫拿回来的酸辣糖 配合上色姐买给我们的冬粉煮出来的哦 这种有人煮给我吃的事情当然是药啦 我吃了这个宵夜过后呢 我也觉得挺困的 就先睡啦 今天一大早出门就发现乌云密布啊 看不到一丝阳光 真是快把我冷死了 尤其是在路边等巴士的时候啊 车辆呼啸而过的时候的那个气流 真是冷的不像话 这个季节真的没有问题嘛 今天我一到酒店就发现 有人给我和X小姐的小费啦 有20枚啊 真是美好的开局呢 而且今天又有幸和X小姐一起整理啦 真是庆幸今天够人啊 想想前几天 X小姐当时还开玩笑的时候 等等一小时后又会把它给掉走 在打扫了两间房后 我们想说今天两个人一起打扫会比较轻松 我们就决定下楼吃顿早餐 可是没想到去吃了 早餐没吃成 反倒是看见分派工作副主管拿着两张工作板 问我们谁要接手其中一张 啊不就恭喜X小姐的乌鸦嘴咯 她真的被掉走啦 X小姐还说这个叫神医员 我呸 不过有一个同事听说是去生产了啦 看他挺着肚子到最后一分钟都还在工作挺不容易的 就还可以理解 但另外一位就真的敲班啦 不过他的那张工作板 虽然副主管说他会整理 但是其实到最后都没有人去打扫哦 两点的时候呢 才有其他同事们一起去打扫 有点悲剧啊 问题是我三点就得下班 还需要去帮X小姐哦 就没和他们一起整理了 不过今天中午有人买了taco来请我们吃哦 好像是这里的前同事吧 人真是太好啦 不过他这个比较特别哦 饼皮比较厚 吃起来蛮饱的 不过我是吃到一半才想起来拍照啦 虽然看起来很多 但其实是因为X小姐不吃牛肉 就把肉酱全部丢给我才看起来会是这样 接着就是二工的部分啦 我今天才被告知 这星期是我的工作最后一个星期了 因为下一个发行日是在20号 但是我15号之后呢就会去旅行啦 虽然说他们可以把支票寄给我 但是我也不清楚自己20号的时候会在哪里哦 所以我的工作只要停在这星期啦 今天的工作也不困难 虽然也有忙的时候 但都还算是蛮顺利的哦 只是在快关店的时候 本来想清理好铁板就能回家 但是每当我要开始清理的时候呢 就会有订单来 这样反反复复的几次过后呢 最后我就一脸挨越了问经理 没订单了吧 确认关店了过后呢 就开始清理啦 最后还是这位经理载我们回家的 还说可以每天载我们回家哦 虽然我就只剩几天啦 但还是太棒了 最后回到家 把昨天的玩盘还给X小姐 顺便分了一份小费 吃了一吃晚餐 录了一点影片就去睡了 今天因为平时在我们去上班的同事搬家了嘛 今天就得搭计程车去上班啦 唯一的好处应该是可以吃点出门吧 今天酒店难得人手足够哦 一个人只需要打扫14间房 但因为有间房是在另一层楼的 排工作的副主管呢 就把它分配给了X小姐 还有一间房的客人没有啦 所以想说今天也可以很轻松的慢慢整理 但是没想到遇到一对带着七个孩子的夫妇啊 房间那个乱 进去就像寻宝一样 房间的东西到处乱放 地上满是饼干的随时 还弄坏了文网 还有一大堆的要求啊 好在下一间房的房客有刘小飞 让我疲惫的心灵有小小的危机 真的是天堂地狱只隔一间房啊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留宿 明天如果再拿到这一层楼 不只该哭还是该笑 但因为大多数留宿的房间都挺乱的 哪怕我有不少留宿的房间 就做得很慢哦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所有马桶上都黏着屎啊 连排水口都会有屎啊 这到底是什么房客啊 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成功在三点半前 把所有房间给打扫完啦 接着我们赶着去搭巴士去做二工啦 今天经理难得化了妆 看到的时候着实把我吓了一条 化妆品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 今天工作整体下来其实都还蛮轻松的 毕竟工作的人多 大家配合起来也挺默契的 还发生人多到经理不知道叫谁去洗碗 便采用了抽签的方式哦 好在最后中间不是我 而是另一位主厨啊 我中间也一直在找时间吃蛇录神魔的影片哦 还被土耳其同学发现了 我只好临时变了个的油塔射过去 不过到了后期另外一位土耳其同学 就不断的来抢着要在铁板前煮东西哦 真的是不明白啊 你来帮忙就算了 帮那一半然后抢过别人的铲子 还命令我做种作息是怎样啊 哪有你这样帮忙跟不帮没任何差别啊 你拿东西就拿一半 过后另外一半我还是得自己去拿自己去准备 我们难道就不能各司其职吗 你不是在外面准备的吗 为什么今天来抢我在铁板前的工作啊 而且这位土耳其同学 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然后在那边瞎忙 来了一个炸鸡翅的钉蛋 不知道鸡翅在哪里就到处找 我都已经拿好了放下去炸了他都还没有发现哦 还跑到仓库去拿回来 他拿回来的时候我就说 我都已经在炸着啦 他还去拿起来去算 他还不相信我炸的数量 我的天啊 你还是回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好吗 别捣乱了好吗 但是虽然我有一点不爽 我还是沉住了气啦 用之前编的理由合理化的不悦的样子 毕竟有点难和他们沟通 就身体自然吧 最后也是经理在我们回家啦 一样吃了拿回来三明治剪的点影片 真的只剪了一点啊 大概十秒吧 就睡下去啦 真的累啊 今天一样得搭计程车去上班 或者这车费是珍贵啊 而且比平时更迟才到酒店哦 毕竟一起搭计程车的朋友都想睡到迟一点 到了酒店发现 今天是那位比较严格的副主管负责分派工作 而且我还是做回了昨天的天使与恶魔的房间哦 而且那一名恶魔房已经出了名哦 连副主管都是一副你好惨啊的态度 但好在今天是和S小姐一起整理 而且第一间房就有小费感觉超棒的 但我们速度确实没有很快就是啦 毕竟也不敢嘛 还偷闲下楼吃早餐哦 当然是打着补充物质的理由去的啦 不过今天的客人也是挺麻烦的 从流速改退房跟持退房的都有不少 最恐怖的是那间恶魔房啊 我也不知道除了张以外还能怎么形容啊 放一个整理前后的对比给大家感受一下哦 这里感谢S小姐的拍摄啦 桌子和床底下都还有吃剩的食物跟乱丢的玩具哦 这副美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态度 反正就是所有人看了一眼都不想打扫那种程度啊 S小姐还说 这是她见过最佔的房 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在三点半下班啦 今天拿到了不少食物的小费哦 不过因为这些食物S小姐她都是不拿的 所以就全归我啦 但我又想说今天都吃这么饱了 晚上再拿条三明治感觉吃不下 不过都最后几天了嘛 不拿白不拿 所以我就问S小姐她想不想吃 她就说要嘛 所以我就在问了其他要求过呢 等等恶公回家前再弄给她吧 这就是恶公的部分啦 今天还被土耳其同学 以之前洗了很多次碗为由让我去洗碗 我是没差了我就去洗了 好在盘子其实很少 很快我就洗好了 结果回到厨房的时候看到他们已经乱成一团啦 因为除了主厨以外就是那位 会抢工作还不会支援的 另外一位土耳其同学 还有一起工作的土耳其同学也是常常不清楚 我们做好的是哪一个订单哦 所以她俩就一直在问主厨 结果主厨一个人就变得超级忙碌的 当然我下来了我就尽全力去支援啦 老实说另外一位土耳其同学真的是有点碍事啊 挡路不说还一直乱套 还是经理出面才化解这次忙碌的 之后主厨就去抽烟啦 那另外一位土耳其同学又抢着主 虽然土耳其同学叫我主 但我就说另外一位土耳其同学又抢这主了 没道理我去抢过来啊 不老实本份工作是他又不是我 不过这里就想问看大家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 就是别人抢着你的工作 然后他再乱来 东西会除但是进度就是慢 你们会怎么做 你们会把工作抢回来吗 还是会像我这样子在旁支援就好 就是你抢我的工我就做另外一份啦 就这样子 反正我是做另外一份的那种人啦 就看看大家会有什么选择哦 之后一样是经理在我们回家 至于回到家后呢 就先是给艾小姐快递了他三明治 还被吐槽是面包包肉还是肉包面包 但其实这份三明治的肉量是对的 只是他要的配料太多了 毕竟我为什么他都说要啊 当然这个三明治看起来就很大哥啊 所以也不能怪我嘛 当然我也顺道还了这两天搭计程车的钱 之后一样是剪片睡觉覆盖一张现金卡结束这一天啦 总的来说这星期一样很平淡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土耳其同学一直跑来抢工作 个人猜测是因为他们觉得在铁板前的工作比较轻松吧 可是就他们那样真的是前途堪忧啊 毕竟这个另外一位土耳其同学 他是会直接拿炸物出来炸了给自己吃的那种人 给人的感觉就是会吃不会做啦 当然好在我也只剩下最后一天啦 他们爱怎么乱搞就随他们去吧 虽然有那么一点对不起经理 但我实在也没办法了嘛 毕竟我尽力了 好啦 今天的美国星就到这里先赞告一段落吧 我是秋天枫月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 想继续看给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我们在下一切美国星再见吧 大家拜拜